教学现场 打造金融成为智慧教育城市 教育处长刘美兰 国研院国网中心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看到孩子的潜能是需要有哪一些的问题点 可以去被开发的 那最重要的也是在于我们的教学现场里面 可以看得到的 不管是说在教学还有孩子的起始点 还有后续的部分 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 那如果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合作的机制 那最重要的是在数据分析里面 我们拟定我们的教育政策 还有也可以增加老师 有哪些资能是需要被提升的 那孩子的一些教学的资源 有哪些要可以被引入的 那大数据分析里面 除了有多样性多元性 最重要还有一些真实性跟价值性 那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之后 能够对于教育现场 尤其是对于我们基隆这么多年来 始终都在默默的耕耘 我们希望能够更有系统性的 能够有一些梳理 那AI的一个引入 其实对于资讯教育的现场而言 是一个非常急迫性的一个趋势 那也当然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资讯教育 能够对于教育现场来讲 我们有更卓越的 而且跨一大步的一个进步 国网中心强调期待未来可以让双方在教育云平台快速的布建 并透过数据分析 有效利用计算服务 进而提升资料的应用价值 大数据分析可以提供未来教育政策拟定的时候 有一个数据的参考 而不是凭个人的喜好 那这是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引进这个人工智慧 会对以后的不管是从安全面 或是说教育的那种有效性 还有效率都会有很显著的提升 我们非常荣幸 因为国网中心过去一直在开发这些技术的东西 那既光有技术本身是没有用的 因为人才是主体 所以我们希望能把这些技术能够落地在 这个县市政府 这个很local 让小孩能够教育 在各方面能够享受这些技术开发的成果 这才是我们开发技术的目的 那所以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这项计划合作备忘录 不只让金融成为教育智慧城市 未来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能更有效率掌握学生的学习成效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